那不过呢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事业上有了突破的薛小平 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遇上情投意合的另一半 可惜啊 这个小心愿呢 却因为耍牙变得有些难以实现 为了练好耍牙 薛小平呢 不管是玩电脑还是跟同事聊天 总要在嘴巴上含上几颗牙齿 有时候说着说着呢 冷不定的就从嘴里面冒出两颗大刀牙 更叫人吓一跳的是 明明从背后看的是一个身材窈窕的这个俏姑娘 一转头 一嘴疗牙 这情形啊 连和这薛小平做了十多年同事的同屋小姐妹 那都有点接受不了 更何况那是个陌生的男朋友呢 所以呢 直到现在啊 薛小平的爱情啊 都没有着落 不过人姑娘啊 并不想因为这个改变自己的习惯 在他眼里呢 那些牙齿 那就是他的宝贝 他是会呼吸 他有生命 也将一直陪伴他的重要伙伴 有时候呢 连薛小平的好闺蜜呢 都搞不懂他的想法 说这牙怎么就这么宝贝呢 哎 实在是好牙难寻呢 能用来耍牙的那副牙齿 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制作的假牙 而是从猪的口腔里才能找到的 真正的疗牙 而且这牙呀 那也不是随手载头猪 那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首先呢 你得看这猪的身量大小 不到一定年限 他长不了这样的牙 其次呢 要看这取牙的人的这个手 疗牙长在最里面 他就露出一个尖尖 那得把这骨头敲碎了 那才能够取得出来 一不小心 他就没法凑成一对牙 据说呢 当年练牙的时候呢 薛小平为了凑齐自己的那副牙齿 那真是把能找到的猪肉铺啊 都给翻遍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呢 宁海开猪肉铺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小姑娘 爱好他特别奇特 专盯着猪大牙 一买那就是一大包 为了找到完全适合自己 独一无二的那套牙齿 薛小平呢 不光是买了成百上千个猪疗牙 更是耗费了不少年头 才找到完完全全适合自己嘴型的一整套牙 对他来说呀 这些牙齿那可是千金不换 每天呢 他都要拿出来清洗好几遍 那再用特殊的药水呢 浸泡 剧团里的人呢 都知道 这牙齿 那个真算得上 是这个薛小平的命根子了 这副牙齿呢 还会陪着薛小平的走上更多的舞台 那如果现在您再问薛小平 他为什么学耍牙 他会告诉您 不仅仅是因为喜欢 更是一份责任 不过呢 虽然是薛小平让全国的人知道了 宁海的耍牙 但是呢 古老记忆的传承 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责任 这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 虽然已经二十多岁 并不是适合学习耍牙的年龄了 但是呢 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王万里老先生 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再一次带起了小徒弟 尽管要找到有戏曲功底 又能吃苦的孩子 他并不容易 可是宁海平调剧团 也从来没有放弃寻找下一代传承者的努力 所以到学校去 那个区 做一个评调传承基地 传承基地其实在文化里 但是我们想到学校出发 培养他几个人 让他们爱好 让他们学习起来 让他们知道 这是宁海平调 这是国家基础 对于耍牙这门 古老记忆的继承和发展 宁海人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而作为最年轻的传承者 薛小平 他还要一个人挑着这副重担 走过更长的岁月 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感谢观看